各位男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看 1月初我家里正在盛开的所有兰花 事实上这里面绝大多数 我以前都曾经单独介绍过 但也有一些呢 是我最近两个月才买的 我买来的时候 他们都还处在打花包的阶段 现在呢就全部都盛开了 事实上其中有一些 已经开始落花了 所以呢我想在落花之前 赶紧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的模样 正好呢也有一些男友在打听 这些新买的兰花现在怎么样了 因为他们也想从同一个网站上买 所以这次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跟进吧 那好首先我们来看左下方这一朵 这是台湾亚风蓝手出品的 Phalenopsis Guadalupe Pineda 这次呢它一共开了两朵花 现在你看到的是第二朵 第一朵已经凋谢了 现在第二朵开得正好 颜色呢非常的浓重 也有香味 不过呢香味并不是特别的浓郁 接下来这两颗我前两天才刚刚介绍过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Phalenopsis Bronze Maiden 西雷利和黑曼尼的杂交品种 今天有阳光 所以在阳光底下大家看它们呢 可能又会觉得有点不一样 太过曝了 这是第一颗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 我前两天刚刚介绍它的时候 这一颗呢还没有完全打开 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个花苞 还没有打开 其他的五朵都已经完全打开了 把这两颗放在同一个框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颜色看上去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不过呢只是因为 右边这颗呢才刚刚打开没多久 这两颗我现在真的可以说是越看越爱 不过呢很遗憾 它们的香味还是非常的清淺 我几乎闻不出来 好接下来这颗呢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我前两天才刚刚把它评选为我的2020年度最佳兰花 现在它已经开了 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 但是呢看上去花还是非常的好 没有要凋谢的迹象 我估计它还能再开个一两个星期 非常美 这颗挺香的 好再来看后面的几颗 这颗是我前不久才刚刚从德国兰园Kars Okidin购买的 我买来的时候本来以为它是浓香型的 结果呢它并不是特别的香 而且呢它来的时候带的花苞几乎全都掉雷了 只剩下三朵得以打开 现在这一朵已经快要凋谢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朵 后面这一颗槟榔西施 也是跟前面那一颗迷你蝴蝶兰是同时购买的 这颗我买来的时候它也是只有花苞 现在呢全部都打开了 事实上有一些花已经凋谢了 我在上一次介绍它的时候呢 说我没有能够闻到它的香味 因为当时我家里还有一颗正在盛开中的风信子 后来呢风信子花凋谢之后 我很容易闻到它的香味 跟希雷里的香味非常接近 不是特别的浓郁 但是呢非常好闻 因为它的花量挺多的 所以比较容易就能够闻出来它的香味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一颗的花形跟我想象的略有不同 不过呢 我觉得也还算可以吧 还算漂亮 香味也好闻 植株很大 然后再来看中间这一颗卡特兰 这一颗去年 这个时候呢也曾经开过花 我当时做过专门的介绍 这是小仙女 Little Fairy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它的详细信息 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颗呢整个冬天 我基本上都把它放在一个阳光很少的地方 所以这次它一共只开了三朵花 去年它开了十几朵 所以完全没有能够发挥它的潜力 不过这个错误在我不在它 而且更错的是 前两天我发现它开花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到了一个阳光非常好的地方 从昨天开始我们这里阳光灿烂 然后呢 因为它整个冬天都没有接触阳光 突然接触阳光 所以你看 它的这两片叶子 就一下子被晒伤了 伤得非常严重 所以呢我又非常后悔 早知道就不给它阳光了 希望它不要死 好最后这一颗 这是我梦中的蝴蝶兰 大概也是一个多月之前买的 我买的时候它非常的香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最近没有什么阳光的缘故 它的香味好像变淡了很多 不过呢还是非常的粉嫩 非常的美 那好 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看的几颗兰花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颗呢 请在留言里告诉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并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